如果爆发丧失末日来临 这电影里的三款战车 你会选择哪一款 如果是我 一定会选最后一辆 火力简直太强 第一辆战争装备油管车 这款战车 出自电影《疯狂的麦克斯4》 《狂暴之路》中 费罗莎指挥官的作家 车上装满了汽油 水等稀缺资源 可以说这辆车 把改装玩到了极致 其底盘为 泰托拉T815钢旗 六轮取动 车轮上香的全是尖刺 拖车顶部有两个火力平台 配有钉枪手和自爆长帮手 修长的车头可以看出 它的原型车 是一辆彼得比尔特358重型卡车 驾驶舱是拼接的一辆 经过切割的倒气老叶车 其庞大的身形 虽然容易成为攻击目标 但它的自救能力仍然出众 例如车头起火后 它巨大的前产 可以下降并产起一阵沙浪 来扑灭车头燃烧的火焰 作为油贯车 除了不必担心燃料供应外 电影中的女主也提到了 此车拥有双飞巴发动机 提供近2000马力的动力 可以在末日废土上尽情驰骋 第二辆保护伞装甲车 出自生化危机6中章的 这款超级装甲车 是保护伞公司的自研车型 这台重达几十吨的庞然大物 必须使用宽大的履带向前行进 来适应各种恶劣的地形 车辆两侧可托运单人载具 偏重的这台是宝马S1000XR 装甲车顶部有两部电力驱动的 石管火箭弹发射器 多门火焰喷射器 所到之处一片火海 简直是丧失的噩梦 第三辆无畏号拖车 出自死亡飞车1的这款半挂车 是由监狱长宣尼氏命令改装的 作为监狱长压箱底的武器装备 无畏号拖车整体来看十分强悍 车头原型车为比德比尔特359 车尾拼接的是一辆M1A1坦克的炮手座舱 全车覆盖厚重的钢板 相信看过这个电影的人 都会对这个大杀器印象深刻 战车搭载的武器装备有 12.7毫米口径 火浪宁重机枪 火焰喷射器 M1A1坦克炮塔 其超强的火力 可在末日碾压其他侵入者 车头排长器 可让这个巨型怪兽 在陆地上畅通无阻 捕了这些恐怖的火力 不得不提一下车体轮轴上 安装的有超长的长钉 可对两侧靠近者进行致命的打击 哪怕入心者驶入车体后方 其车尾的零次装置 可对其他车辆进行挂载 再配合M1A1炮塔的 120毫米口径的炮弹 效果可谓最佳 插起嘴按着赞不撒手 3秒以上会有新特效 这也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喜欢史密思想视频的话 别忘点个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